大家好 刚才那场博烂门合不合心水 如果不合心水不要紧 这一场大家可以下足眼力看看 我选这款码给大家 稳定一点 这款稳定的码在未介绍之前 最重要的是你继续做会员 因为你愿意提提大家交会费 最重要的是 留言 赞 分享 订阅 订阅 频道 按下小铃铛 最重要的是什么 看下铃铛的心水就更加好 这场赛事相对刚才那场博烂门的场次 会比较正路一点 这款马应该可以帮大家银用来银打 好 这次博烂门跟大家推介的是这枝威力星 看他在400場次的表現 威力星是哪一隻呢? 11號在黃色衣服 紫色就好就是威力星 威力星這隻馬 他之前跑過1800 都不是很適合跑 1650這個賽程 我想對他最適合跑 這次其實董明朗真的站得不錯 一直留著一段 在最後衝上來 其實勢都相當之好 雖然這隻無敵精英是潘頓奇贏 但他在這場演出絕對不失禮 看到3號放頭 綠色衣服的野獎 12號 紫色衣服的就是迷雨 6號 紫色衣服的白色交叉 就是有響其成 跟大家介紹這隻威力星 跑了接近一半路程 他一直都在大約8個馬 但他最後上來那一段 我覺得他完全 完全在這個路程 我覺得是最適合的 一路都見到 董明朗都沒有貼著條欄跑 都在耳搭那裏 就準備 在耳搭那裏 就準備後上上來 差不多進到直路的時候 開始看到 就慢慢給威力星 給多些 都見到這個時候 就找到內欄 希望大家等 然後終於被他 在這個時候 就開始 在中間這裏 突然之間 內檔那裏有位 他走上來 省了腳程之下 無敵精英 當然是 走勢比較大 但他走上來 其實都如狼似乎 這段 就算是著著領先 都不能夠過到他 所以我覺得這次 其實應該比起之前的情況 他會是 賠率比較划算 我覺得這隻馬 在這裏 半冷腳 或者做膽 都是合適的 好 第三場 五班1650的選擇 我除了選了 10號的威力星 這隻輕磅 田太安的馬做膽之外 腳方面 這幾隻馬 我覺得都是機會大 第一隻就是 潘頓的座 其實是宜昌勇士 宜昌勇士 這個路程不用說了 就實在 這次最失禮的是 檔和磅 檔排12檔 本來也不是問題 但檔是頂檔 不過 找到頓哥 不用想了 都是打算贏 因為潘頓幫這隻馬 以前在四班都贏過 他其實 最適合潘頓和火車潘 所以這次找到潘頓來賀賢 都希望這隻馬 可以在櫃內 再一次交代 最重要 因為他無論是好地 和在變化場地都贏過 不怕 這隻 宜昌勇士 如果遇到變化地 還適合跑 雖然外檔 但怎樣都要兼顧 另一隻腳方面 都難選擇 1650 4個PACE 一個第二 三個第三 不用說了 穩定到不得了 還有 博文騎 沒有四磅 無論如何都要兼顧 最後一隻 本來都頗難選擇 因為這隻馬 沒有哪些馬 是穩固的 我會選擇 剛好泥地上名 英勇猴王 英勇猴王 1650 泥地 跑過第二 中逆禮騎 那次輸給 飛騰追 這次 也是中逆禮騎 還有5磅 110磅 6 喂 適合數 所以這次 我覺得 腳有兒有冷 希望幫助大家 重複我這次的 深水 威力聲做淡拖 移槍勇士 贏盡天下 和英勇猴王 好霸檔 阿鵬一樣有好事給大家 不用說那麼多 今個星期三 勞動節 一起贏爆馬會